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這個是基隆的那位婦人 基隆的這個婦人 其實事情還沒有還沒有完嘛 基隆這個婦人 他就去掛香 去禁香 去到高雄 去到高雄 因為高雄進香兩天 兩天然後他們住在那裡 住在那個廟宇的那個 香客大樓 香客大樓 一間十二的人睡 一間十二的 一間門場都睡兩人 睡兩人 那你說裡面大家 他們來這裡坐遊覽車 是 一台遊覽車坐四十個 他已經染疫了 你說那遊覽車裡面不會拖 我不會 再來香客大樓不會拖 再來這一個五十幾歲的地點 的這個工作人員 他也進郵 進郵 他進郵停的地方還很多 你知道進郵就是坐車的密閉空間 因為我從小就常常跟著我家人去進香 所以進香這件事我真的很聊 第一個呢 大家在想說現在的公共運輸工具上 通常我們都會戴上口罩 因為大家不認識而且會要求 可是進郵我很難確定大家有沒有帶 因為大家都是認識的人 一上車之後是不是都能帶得那麼滿 我不知道這是第一件事 那以往我們進郵在車上會無聊 所以其實他也會放卡拉OK給我們唱 所以我們通常說沿路唱到下車尿尿 然後拜拜再上來這樣子 第三呢我們進郵的過程中啊 老實說不是只有去進郵跟拜拜 每個那個廟都會接 都會準備很多豐盛的食物來接待 所以一進去 拜拜完 大家就坐來 然後就是他們通常有些像流水席 有些就擺大圓桌擺出來很多桌 然後大家有的比較豐盛的是一桌一桌吃 有的比較簡單的就是說 他會炒一個米粉很大碗 煮一個湯很大碗 大家就去刷 所以我覺得這風險真的相對你很想像 就風險真的比 可能會比獅子惠 這位先生還更高 了解 對 所以這樣整路 然後再加上稅 因為香客大樓 如果我們看到那香客大樓 已經事件很進步了 就兩個人一床 然後隔得還滿遠 以前我們去的有些香客大樓 它是通鋪 它其實就是一個通鋪 一個通鋪 大家就是可能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 所以這個可能匡例要很廣之外 所有接觸者 我覺得就算你現在 沒有任何的那個 真的就停止移動 自己在家裡 也連自己的家人都不要接觸 好 基隆這個蚵仔桑 他其實是在拜登的 那拜登他現在已經是重鎮了 然後他去高雄大樓 鳳鴨廟 鳳鴨廟 這個如果有鳳鴨廟 這個那一天去一起去進鄉 在那邊活動要小心 然後再來是萬華茶室 這個去進鄉的 他待過彰化陸港竹安宮 彰化六港鐵安宮 彰化鳳萬普天宮 普天宮 然後雲林北港曹天公公 這個還帶求證 現在沒有辦法證實 然後嘉義部隊的嘉映廟 嘉映廟 台南南昆昕 台天戶 這個事情也要再帶證實 我意思說他去的地方足跡還蠻多的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想請教素卿 我們這樣進入第三級的可能性大不大 我必須說剛才再回到 就是第三級的升級 就是一週內有三起社區群聚 那既然就變成看指揮中心 要怎麼定調 叫做社區群聚 就是比如說我如果知道 這是諾富特一連串串下來的 他算一起社區還是三起 因為他現在已經知道宜蘭 知道獅子會 他們其實是可以諾富特連在一起 所以如果這三個串一串是一起的話 這本週就不一定會有第三起 可是如果他都算獨立 因為我們現在看這個基隆 這一起事件 因為之前有傳出消息 現在還沒確定 之前曉信消息說 這位基隆的女性 他同住的家人其實也有一些症狀 所以假設他的同住家人 也有症狀並確診 然後他算家庭群聚 那也還好不會升第三級 可是如果他算社區群聚 他就是第三起的 第三起如果我們獨立 不把諾富特相關的不算 就是說我是宜蘭 我是宜蘭 我是獅子會 我是基隆 如果這樣三起社區就不達標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看 我們指揮中心要什麼 定義 對 什麼叫做一起設計群聚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 我真的是希望說 大家自己心裡升到第三級 我們就不會到第三級 我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因為第三級真的影響生活 非常非常的重大 我其實老實說不用到第三級 光是第二級升 我周遭很多人真的愁眉苦臉 新北期八大行業全部都關了 我給你看我們基隆 有什麼很多事情要取消好了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聯合報一版頭條 就是說恐怕身為三級警戒 三級影響臺灣非常非常非常重大 那另外呢 這個是三級警戒逼近了 太多的活動 不只交通教學 太多都會受到影響 好 那這個蘇清剛剛補充 我先說我們還沒有三級 就已經受到的影響 因為我們還沒有三級我們其實是室外五百人 室內一百人嘛 然後還有其他有些各縣市政府加碼 退出的 那我先說比如說基隆好了 一般民眾你說這些什麼社大長青學院 這些是民眾少了一些休閒娛樂或進修的地方 可是有些人他是生計會受到影響 比如說你的流動夜市會暫停一個月 我請問你靠夜市來活動賺錢的人該怎麼辦 第二個比如說你街頭表演許可暫停一個月 我請問你如果靠這個營生的人怎麼辦 那第三個比如說像我好了 因為我的活動很多都跟醫院或醫生相關 那他們其實是把警戒點拉到最高的 所以光是昨天 我一天之內大概就取消了四場記者會 包括不管是主持的不管是採訪的 不管是什麼活動全部都主持 然後我聽到有那個 可以請教一下 取消市場記者會損失多大嗎 損失還好啦 因為我的價格也沒您那麼好 我比較擔心是我們公司有一個 我們公司有另外一場活動 現在還在確定 我們人能吃肉 但是我們公司有另外一場 是我們公司的活動的話 如果那場活動取消 就整個到目前為止 可能損失就會超過三十萬以上 就是公司的活動加了自己的 所以我就覺得 對我來講就是 就是很多東西都會那個 而且有時候你想說 那只是延後不會取消 不一定有些取消就取消了 然後我之前就聽到 昨天馬上就有一個舒嬅跟我說 他們的重災區 就是手機會不停的 一頂頂頂 一頂就是取消一個活動 說他有一個朋友 幫人家做那個婚 新娘化妝的 當天就取消六場 我就想說其實這生技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昨天遊覽車 因為畢業旅行取消 對 然後 受跑也取消 什麼學校交流取消 對 學校活動也取消 對 然後進休取消 對 說油浪車 馬上一天之間被取消九成 沒錯 你看我兒子 這個本來這個禮拜六受跑 因為他們現在 這個醫學院很喜歡受跑 以前我們都沒有 結果這個受跑取消之後 所有的家長 一個學生有一到兩個家長 就不用坐高鐵 然後本來要到台中去吃飯 結果也不用去吃飯了 那你想想看這些 所有的經濟活動 大概都停滯了 所以其實不管是準三級還是三級 那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做過 做過了很多這種 像遠距啦 其他都關掉 所以為什麼其實 大家回憶一下 去年飯店 餐廳倒最快的時候 是在三月 我們在SARS的時候還不是 SARS三月弄到七月才倒 可是COVID-19的時候不是 一月出來三月就倒 所以我很擔心 如果又到三級的時候 你認為會到三級嗎 可能性大嗎 其實我覺得指揮中心 他不願意把他公佈三級 是就是怕後續的影響 其實公佈公佈三級 其實對病毒沒有影響 我知道啦 我是說你的判斷 我覺得如果沒有在 更多的CASE的話 個案的話 他是不會用三級 那如果在更多CASE呢 你把拜託給說看俐落 就不能講得出來 那如果好 我就去這樣講好了 如果高雄有一些群聚 南部有一些群聚 不是啦 講實話就好了 那就會變三級 對 就是如果遍地開花 一定三級 因為侯友宜跟柯文哲 都超前 對 就是台北市 準第三級的防疫啟動 準第三級 那我們只有第二級 第三級 哪有什麼準第三級 所以做了哪些事情 準第三級的話 台北市有哪些活動 其實台北市的話 現在是所有的活動都暫停 然後之前其實實名制沒有很落實 現在是全面一樣是實名制都要 包含進入市府單位 包含進入所有的公家機關 然後禮辦公處現在也是 然後禮辦公處現在是 禮民活動中心已經宣布 不外界 宣布停止 對 宣布停止 然後剛剛在錄影期間 虛工所才又發了 就是叫我們貼這個公告 直接直接張貼出來 本禮民活動場所因疫情升級 即日起暫停開放至六月八號 對 直接叫我們貼出了 禮民活動中心 就是等同所有的 禮民的任何的活動 全部都得暫停 對 那其實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說 老人的公餐據點都停 老人的公餐據點 全部停 這個其實影響很大 老人家本來都是在公餐據點 ABC那個 對 那現在全部都停 在上一波不逃的事件的時候 那時候臺北市政府的處理 相對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嚴格的 那時候共餐評估完是沒有暫停 覺得有限度的繼續 可是這一次其實是蠻火速的 就是在指揮中心 在記者會之前 十一號記者會之前 柯市長就直接 他就開了直播 開了直播 提早就跟大家講說 臺北市會有這樣 這樣這樣的作為 直接就提早公佈了 所以其實蠻 就是他應該事態是蠻嚴重的 因為有一家明年銀行 已經異地辦公了 對 因為他們也怕說 整個如果全部有人感染 那就會癱瘓掉 對 那有一組這邊感染了 另外一組可以馬上 現在台積電也宣布 他們不讓外面的客人訪客進來 其實現在國內的一些科技大廠 也恢復到 當時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然後而且就是不可以跨區工作 比如說你可能原本是臺北廠區的 你要去高雄廠區 現在都完全就是要近跨區工作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一些 像我有朋友是在什麼統一 其他的這些 也跟你講說 現在非必要的職員 你就可以在家工作 你就不用一定要到辦公室裡面 那就顯見就是說 其實現在企業的反應 就大企業的反應很快 然後也希望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影響性降低 可是現在很可怕的是 就是開小店的 咖啡廳 餐廳這一些 因為現在變成客人就不敢上門 所以我朋友就說 其實你不管有沒有進入第三集 對我們來講 都是判我們死刑 就是因為他們 這麼大 影響這麼大 因為影響客人就不敢來了 客人就完全不敢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算你沒有宣佈到第三集 對他們來講 其實已經差不多意思了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講說這些小店受影響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 其實很多店家都會跟我們講說 其實上一波的疫情 就是趨緩之後 看起來好像經濟有復甦 可是其實就復甦來說 是就特定產業 並不是全部的產業 大家的經濟都回到正軌 很多店家都跟我們講說 其實掉下去可能直接腰斬 甚至更低 但是回升可能只回來一兩成 所以本來就沒有回到正常水位 營業就已經受影響 這一次又再這樣子加重的話 所以會擔心說 這些店家是不是真的撐不下去 甚至會不會比上一波更嚴重 注意事請教一下 因為台北市政府 嚴領要大量快篩 對 那所以作為台北市民 接下來會怎樣 好 你看它是用大量快篩 不是普篩 所以這個大量快篩的 其實我們這就講的 譬如說像一些 那個像我們那時候講說機師 護理師 醫護人員 或者是像這一次 如果你有匡列的幾個 譬如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那個電動玩具店的 你所有的就全塞了 或者是幾個像萬華 就整條街就塞了 所以這一次我一開始 所以整條街都塞了 那有些人就出門 沒有 沒關係 你出門沒有關係 只要反正我現在還在這裡的人 我就盡量塞 對不對 那我可以拒絕嗎 對 你可以拒絕 那這個快篩是怎樣做 就鼻咽的 插一下 對 現在現在是做這個 深部咽喉是最快的 那也不會用抽血袋 也不會去做抗體 也不會去亂動 不是用口水而已 口水可能還不夠 它是深部咽喉 所以那個比較長一點 那現在大概是做這個是 最標準的一個快篩的方法 一邊就好了 一邊就好了 會不舒服嗎 還好啦 除非你在那邊亂動 或者是你那個鼻咽到 有一些奇形穿不過去 那一般來講 大概這個現在目前穿 這個篩檢的技術 或是舒適度是OK的 什麼時候會有結果 就是我被篩了以後 這快的話 在兩天之內就可以 兩天 對 所以我剛才特別講說 它不會用普篩這個名詞 因為大家現在對普篩這個 有一點反感 但是這樣大量的 或者是高危險群 或針對的族群的快篩 所以柯市長也很賊 他就把這個 把它躲開了普篩 被罵的這個 但是我就高危險群 或暴露族群 我就把它放寬一點 放大一點 那這樣是一個好方法 就是又不會讓大家太緊張 那你又自己會有一點內心 就是說我篩了沒有 最起碼比較相對的安全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縣市政府有錢 因為它現在越來越 放給縣市政府做 包括這些篩檢 包括甚至連說疫苗 都要縣市政府自己買 我覺得縣市政府一定會想辦法 來去做這一件事情 縣市政府會自己去買疫苗 它現在放寬 對我知道 只是說它有辦法買 如果有錢 如果有辦法有能力 有管道的話 它為什麼不去做 啊 好好好